目前是情侣关系 目前是 我说我没法确定就在这儿 你追的她 对 追了多久啊 我追她 加微信都加了三十多次 她追了才通过了 加了三十多次才通过 对 追了多久呢 追了有差不多半年吧 李女士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对吧 还有一个孩子 孩子现在十二岁了 她当时那么难追你是因为你出于这些考虑 没有轻易地敞开 你的心扉还是没看上的 什么原因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经历过婚姻的失败 这么多年 很难有人能够走进我的心里 只要有人追我 我就会去拒绝 但是后来经过她在生活上的这些小细节啊 关心啊 我就说咱们先处着吧 其实我跟她说过 我结过婚有孩子 这些大叔都能接受 因为她年龄也比我小 对 我不介意 真的 她是说她不介意 但是后来我不是把我另外一种情况给她说了吗 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原因 现在不能再生育了 不能正常生产 您指的不能正常生产 比如说试管婴儿是可以做的吗 这个目前我是没那么考虑 我问的意思是具不具备这个条件 经济条件也不行 而且的话 我指的是身体 身体的话我还没有去检测 我还不知道 这个你能接受吗 一开始的话 因为我们在外面异地的时候 她没跟我说 然后在微信上面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她跟我的感觉不对了 打电话 发视频 她都不怎么回我 我感觉好像冷落了 最后在跟我强温之下 她让我回来 她跟我说 最后回来的时候 她才跟我说了这个 当时刚开始说的时候 还犹豫了 因为我家也是独子吧 考虑了很多 但是最后我觉得 我跟她交往了这么长时间 有一个感情基础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想想 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她这个事情 所以说就当时同意了 我又不在意 家里人知道这个事吗 能接受吗 就是我带她在我家去 我妈妈就说 她挺勤快的 又长得挺漂亮 又说你看 干活挺能干的挺好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没给她说 因为第一次带我家去 就想妈妈家里的人 都跟她接触一下 后来去了两三次以后 妈妈就问我 说你们她朋友谈得怎么样了 小你她什么时候可以跟你结婚呢 生孩子之类的 我说我们再处一段时间 后来回去过几次 我想了一个办法吗 可以先稳住妈妈的情绪 你这个办法 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郁闷 好不好 她弄的什么办法 这什么办法呀 她跟她妈妈说的是 说我因为子宫肌瘤 正实性要做手术 目前是正一两年来 是不能要宝宝的 她跟她妈妈这样说 然后她妈妈呢 就给她姐姐说了 她姐姐特别关心这件事 然后她姐姐就从 很远的地方就回来了 准备就带我去检查一下 这个身体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姐姐来了之后 你也是配合着去检查吗 那没办法呀 我只有配合她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跟她姐姐说呢 开始的时候没说啊 后来我知道瞒不住了 我就跟她姐姐说了 当时跟她姐姐说了之后呢 她姐姐 我感觉她没有像我想象的 那么就是那么拒绝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很自然的 就是哎呀 没事的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当时我姐姐带她去检查的时候 就问我了 就是什么情况呀 都不给我说清楚 当时我求我姐呀 我说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真的很爱她 我说你 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妈妈 后面一定会有办法的 因为我怕当时如果说 说了的话 不怕我马上就会失去她 来吧 我们采访了姐姐吧 听一听吧 你们俩现在都没法面对这个事 还在藏着掖着 这可不好啊 两位 来 您知道您弟弟就是相处了一个女朋友是吧 哦 就是知道啊 您知道您弟弟的这个女朋友 不能自然怀孕吗 哦 我当初是知道的呀 他是说他要去做那个什么 试管营养吧 然后我们就没分对啊 哦 如果现在不愿意做试管营养呢 您还同意吗 那是肯定不同意的吧 我们家就一个的弟弟 搬船的 我老爸去世的早 然后家里就就一个弟弟 现在老妈年纪那么大了 想破身子的这天天都念着着呢 而且现在不成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呀 等于之前答应过您要做试管营养是吗 是啊 当时他是答应的 然后我才帮他们瞒住老妈妈 那不能生孩子 那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了 我们就就这一个弟弟 那他不能生 那怎么好也不可能同意啊 所以为什么说要坦诚一点呢 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来要一个孩子 是谁说的 是他说的 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不想要孩子的 不是 就是面对他的亲人的时候 你说过吗 没有 他跟他们家里说 我要配合他做试管婴儿 他其实一直想让我干这件事 有一次我在洗他的衣服里面 我翻到了两张 就是医生的名片 也是关于那生育方面的东西 后来还有一次也是 我就用他的手机搜点东西 然后历史搜索里面 都是那些 关于就是怎么样能够怀孕啊 试管婴儿到底多少钱啊 我觉得他一直在为这个事做准备 但是我从头开始 我说 我现在不能生 也不想生 我跟他态度很坚决 他也态度很坚决 不管你生不生 我还是想娶你 他这个态度已经表明了 我就觉得他一直都在骗着我 所以我上来我问了一个问题 咱现在是不能生 不具备这个条件 还是不愿意生 现在如果说 要让我飞去做试管婴儿的话 我自己也考虑过 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长大 然后我自己因为泼妇产了 之前肚子上都已经挨了几刀了 如果说做试管婴儿的话 您几个孩子啊 就一个 那怎么会挨几刀呢 为什么就是不能生育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两个书卵管都切了两次了 书卵管切了 肚子上面都挨了好几刀了 如果说再怀孕的话 这个几率也不高 然后对我的身体也有损伤 假如说我一下子没了 我孩子怎么办 不能为了一个男人 就是放弃了我自己的那个生活 理解 他不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而且即使他配合了 也许受孕的可能性也很小 这问题你考虑过吗 没有 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骗局 从他在那个摆途上去说那个怎么样 把孕啊 他都没有跟我说 然后他在这边又在答应我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答应我说不用你生啊 咱们一样过得很好 把我的孩子当成他的孩子 一样对待 一边又在偷偷地在想办法 就怎么样才能怀上孩子 后面我就觉得他都变了 他在生活上面就比较抠门了 我们俩一起去逛街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身上女孩子都挺爱美的吗 喜欢打扮吗 然后看到一套化妆品 其实也才几百块钱 我是说我想买那个 他说什么来着 你让他自己说 我说这么一点小瓶子 要几百块钱 不如买点吃的 身体补补 身体虚的 身体不好 我是当时这样给他说的 他说我抠门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 不是我那个手机 那个屏幕摔碎了吗 然后我说 我想去换一个新的手机 他也说 旧的咱们能讲 就能打电话就行了 电话就拿来 就是打个电话而已 他那个抽屉里 櫃子里卖了五六个手机 每个手机都能用 他能告诉我 你攒那些钱的目的是什么吗 咱谈一下 我觉得他攒那些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就是 以后做那个试管婴儿 我是这么打算的 从一开始 我就是不介意 他一个婚 然后有个小宝宝 但是我觉得 我要给你一个家庭 我总得要攒点备用金吧 一个家庭花钱的地方很多 你想是那样想 但是后来 我不是看了一家的汉服店吗 我现在穿的汉服 就是我店里剩下的 然后一起失火了 失火就殃及到我的汉服店 我汉服店在楼上 是楼下失火 我会给你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这不代表着你一辈子不后悔 可能你年纪越大越后悔 甚至住地你必然会后悔 我说的对吗 对 另外生活告诉我 南方他没有自己的孩子 将来的婚姻幸福是存在着隐患的 即便走进了婚姻 他也会变得很脆弱 很敏感 这一点女生心中一定要心知肚明 不要推到什么姐姐 也不要推到自己妈妈的身上去 因为你心中自己就是有这个念想的 我说对不对 我们不要为在现在热恋当中的激情 冲昏了头脑 冲走了理性 因为这样的一种激情澎湃 他只早一天是要风平浪静的 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 你们再去后悔就来不及了 很简单 我们对存在的这个问题 不回避 不逃避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这个问题上 答不成共识 我劝你们好聚好散 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双方负责 谢谢 谢谢伯鸿兄 严老师 我问你生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对面这个男人 他有足够的钱 无论是做试管婴儿 还是将来你的宝宝出生 包括你和你女儿的生活 感谢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之所以可以和你交往 甚至觉得你不错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样 而是说你对他的好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男人 需要一个男人的这一面 就是对他好的这一面 让他觉得 嗯 我有人是不是可以依靠 但是你们了解的还真是不够深入啊 你们交往多久了 说真正的在一起 差不多也就还不到一年吧 还很短 我从答应他做他女朋友之后 我们都是微信联系啊 因为他在外地工作 我离婚这么多年 我心里有时也很无聊的时候 我就会找他倾诉啊 所以你们 你们现在还是异地恋的状态是吧 对 对对 谈什么结婚要孩子嘛 你们能不能走到那一步 能不能继续再相恋下去 都是问题啊 不过这个问题 这么早抛出来也对 女生你也要意识到 我提前就跟他说了 就是这个情况 你以为说了 他就信了吗 你了解他吗 你也不了解他呀 其实经历过像你的这种 失败的婚姻 甚至还有自己孩子的女性 应该是对自己更加的负责 对 我就比较紧张一点 你选择不生小孩是对的 但是你为什么还能去配合他 去做那些哄骗他们家人的事情呢 你就贪图他对你那份好 这一点就有点自私了 作为女生 我离这么多年 生活上其实也缺少一个男生的 那个角色 当然 我觉得突然之间有一个 对我挺好的 然后 是的 其实说说白了 也就是 其实心中缺那份爱吧 但这个不是你爱他 而是他给你的爱 这一点来说你是自私的 不要这么去磨能两可的 既贪图他对你的好 又不能给他他想要的 如果真是觉得 不能继续下去的话 尽快分手 不要一会儿又配合他 一会儿又说我可以要 甚至于是不是 我再考验你一段时间 千万不要 刚开始是配合 后来我就是这次 那就坚决 让你们给他就是讲解一下 那个就是他一个男生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段 我们这段错误的感情 你就不要用身体的原因 去打马虎眼了 你就告诉他 明确告诉他 我不可能跟你伤 真的 就不会太伤人心了吗 你不要这么纠结 对自己真正负责是说 你懂得哪些事情 应该坚持 哪些事情应该放弃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李达老师 女生跟男生谈恋爱 其实只是因为寂寞 你根本也不爱她 她的条件 并不符合你的期待 因为一个人带着孩子 时间也太久了 而且也太久 没有感受到那一种 被人关爱 以及心里小路乱撞的 那一种恋爱的喜悦了 所以当一份爱情来的时候 你管他 给你爱情的人是谁 抓着爱情再说 你自己也知道 这爱情可能没啥好的 所以当爱情说 我要到外地打工 你说去吧去吧 打工挣钱 如果你很爱她的话 你不会说 你去打工挣钱 你会说留在身边吧 在家附近也能找机会 我们不是还要在一起吗 分开了我怎么办 所以从当初 你鼓励她出去的时候 你心里就很清楚 你享受完了爱情了 然后爱情也会 慢慢地走向平淡了 你希望从这一个局里头 抽身出来 然后你也做到了 你跟他不联系 不联系你找到的理由是 因为我不能生育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傻小子 还并没执着于 生不生孩子这件事 因为他甚至都不确定 他能娶到你 你想想这个逻辑呀 当一个男人都不确定 你会嫁给他的时候 他能会去想你 能不能给我生孩子吗 但你却把这个问题 抛给了他 让他一根筋地认为 哇 这个女生是要嫁给我的 不在乎我没钱 不在乎我没房子 他不挑剔我 他反而还自我嫌弃 嫌自己不能生孩子 所以他一下起劲了 你分手只是为了不能生孩子 那我安抚你呀 但是他偏偏忘记的事情是 是你跳过了中间 那一些你懒得面对的事情 直接抛给他了一个 你认为是一个死命体 解不开的套了 你不想嫁给他 你觉得他没资格 做你孩子的父亲 无论是未出生的 还是你现在带着的 前夫的孩子 他适合跟你谈恋爱 但是他不是你要的那个人 但是你也不愿意 去说这个实话 你只有一次又一次地推唐 以及跟他生气 生气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小气 生气你为什么存钱 是做事馆 假如他说我存钱 是为了买房子给你一个好的家 我存钱是为了支持你的汉服店 你是不是感动多了 不喜欢他 或者说觉得他没那么好 你就直接告诉他 别骗他 别让他自己在这个死循环里头 死活出不来 然后这男生吧 也有问题 你们两个呀 真的就不要在一起 反正也不够爱 他不能够因为自己不想生 就剥夺了你的生育权 对不对 你是有权利 有自己的孩子的 而你也不能因为你执意 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就去逼迫他 再生一个 我身边有一个人 他跟他老婆做事馆 做了很多很多次 后来 他老婆的父亲过来 来求他们离婚 说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理解 但我心疼我女儿 打那么多的排暖针 做那么多次的受精暖的植入 然后又失败那么多次 我女儿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了 我求你离婚 你去找个能跟你生孩子的 放过我女儿生路 所以做事馆 不是你想象的 他去躺在那儿 打两针就完事儿 很辛苦 很受罪 没有那么爱你 他绝对不会为你这么赴汤蹈火的 你也不要强迫别人为你赴汤蹈火了 分了吧 谢谢明大老师 得面对啊 你上来其实问题问得已经很清晰了 你们俩什么关系 女生给的第一个答案的时候 心里就有数了 我们现在算是情侣 那我明白了 后来一个问题问了三次 是不愿意生 还是不能生 答案其实很清楚 是不愿意 不愿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对这段关系的不确定 你还听不明白吗 听明白 但是我就觉得 就不接受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成年人在一段关系当中 不要装糊涂 听听他姐姐那个话 就是一个妈妈的话嘛 上面两个姐姐 第三个是他嘛 叫不生儿子不收兵嘛 这种家庭里面 他又受到的这个熏陶和教育 你怎么还会相信他这个话呢嘛 你想都不应该想嘛 但是人就是这样 我还是享受他对我的关照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权利 被爱与被爱的权利 应该是有 你当然是有权利了 没有人说你没有权利啊 我觉得吧 但是他的这份爱是有条件的 行 你爱他 人家现在就要你生孩子 你生不生 变得现实的情况下 我觉得 那就还是不够爱嘛 就完了 这事就不纠结了嘛 您不能什么都要啊 这个对这样的一个男人来说 就有点欺负他了 而你跟他拖得越久 他的幻想就越大 您就别纠结了 我最后一个问题 您是没回答的 他不生你娶不娶他 不说话了 所以你也别骗自己了 就是承认我们曾经相爱过 爱的就是那个 在一起那种感受 但是我们真结婚 我们不具备条件 咱就此感谢过往 得了 所以今天把事一摊胎 反而心里都轻松了 好好地珍惜下面的六十秒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在通过这段的时间的了解 和交往 在内心来说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我是真的舍不住放开你的手 但是每个人吧 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 第一个是应该是照顾好你 但我还有一份责任就是 我要给你妈妈希望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真的觉得好难抉择 其实我知道 这张老师刚刚说的那样 咱们其实思路都挺清晰的 我觉得咱们就这样吧 我希望你以后 能够找到合适你的 祝你幸福 谢谢大家